朋友您好,今天是2021年9月19日,欢迎回到碎片记忆频道 话说,这9月16日,河南省洛河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支队微信公众号发文说 我是洛河城管,我不打老人 不久后,文章被删除 洛河市城市管理局随后对媒体表示 此文是二级单位发文后感觉不妥,已经重新修改发文 作为行政执法部门,城管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居然发了一篇这样宣称不打老人的文章 不免有点蹭热度的嫌疑 毕竟,近日引发强烈关注的江苏南通城管拎摔老人事件余波未平 咱们先来看,说这9月15日一段发生的南通经济开发区 小海街道城管暴力执法视频在网上被大量转载 视频中显示,一名老人正准备摆摊 执法车上走下三名执法人员 先是将老人手中的赶撑没收 老人索要后赶撑被城管掰断 其中一名执法人员还叫老人拎起甩甩 致老人腾空翻并重重落地 老人想挣扎起来为国 南通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接警后查明 违法行为人吴某南小海街道城管协管员 在管理流动摊贩的过程中 对被害人张某女实施了故意损毁财物和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违法行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 南通公安局开发分局决定对吴某的上述违法行为 予以行政拘留15日并处罚款1000元的处罚 同时开展问责调查有关处罚情况如下 小海街道综合执法对邪管员吴某 由所在单位解除劳动关系 邪管员施某某给予政务即大过处分 邪管员陈某给予政务即大过处分 队长钱某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并予以组织处理 小海街道综合行政执法管理办公室主任邪某某 给予政务即大过处分 南通开发区综合执法局党建成员 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沈某某 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不可否认 蹭热点是当前网络传播的一种写作手法和套路 按理说如果是不含炒作目的 也不制造虚假内容做噱头 只为增强关注度而蹭热点也无可厚费 但是蹭热点亦应蹭之有道吧 作为公共部门的新媒体 蹭热点更应该甚至优胜 公共部门发声不仅担负着公共价值导向责任 还要顾及其所代表的公共形象 以此而言 洛河城管此次蹭热点的方式 不仅丢失了公共价值 更以逾越其职业伦理边界 一个城管部门爆出暴力执法事件后 其他城管部门应引以为见 避免发生类似的行为 而洛河城管看见别人打老人 就在其公共平台上发布 我不打老人 无疑这是一种轻调 公共部门如此轻调 以看同行笑话的样子来突出自己的高大上 那显然不合适 这不仅是对同行的轻调 还是对老人的不尊重 不打老人分明是一种居高连下的 失恩的口气 那老人是不是要感谢你们的不打之恩呢 而这也更像是一种自黑 说如果不打人都成了一种自我表扬的优秀品格 那把自己降格到了什么样的水准 公共部门的新闻媒体传播 当然可以用更轻松亲和的方式 但不能过头成了轻浮 随后9月17日 洛河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支队 微信公众号重新发了一篇文章 果然是你 配图与被删除的 我是洛河城管 我不打老人一样 均为身穿城管制服的工作人员 扶着一位老太太 此地无银三百两啊 不打老人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你们就可以打中年人 可以打青年人 甚至于可以打未成年人呢 此犯看似是聪明反背聪明物 实质也是其价值逻辑出现了问题 比如把不该做坏事 这种恪守法律和道德底线的行为 理解为不做坏事就值得标榜 不得不说 一句我不打老人 洛河城管把自己给黑得可不轻 当然咱们更愿意相信 我不打老人只是文章作者思想认识上的问题 而跟洛河城管的实际工作作风无关 不过公共部门的新媒体 一言一语都关乎公共形象 公共价值 公信力 不管是什么原因都不应该出现这样的低级错误吧 相关部门在对其进行删除修改处理的同时 是不是也应该更多的反思呢 咱们再来看南通的视频中 摆摊老人在收拾东西时 赶乘被城管拿走 随后老人去抢夺时摔倒在地 当城管准备驾车离开时呢 老人坐在车辆后备箱上 被城管一把拎起狠狠地摔向地面 如此粗暴执法 凸显了一些执法者极端低下的素质 不仅有违法律法规 更突破了做人的底线 即使老人未按照规定摆摊 执法也不能如此野蛮吧 事件是被曝光了 当地处理的也算及时 处罚并不等于画上句号 我们倒认真反思为什么类似城管施暴是一再上演 基层执法最贴近民众 一些执法者恶劣的行径 不仅影响到一个系统 一个城市的形象 它还会引发社会舆论 对整个基层执法能力 执法水平 执法理念的质疑 因此呢 治标必要 治本更关键 相关部门系统因全面梳理问题查找原因 分清责任 杜绝后患 正如一些舆论质疑的城管摊贩 甚至暴力打人的脏活交给血管 出了事呢 就处理临时工 相关管理部门那是不是有责任 也需要给一个说法呢 比如城管有没有经过必要的培训 面对各种现场突发状况时 血管有没有一套标准的应对流程 这都有必要深究 切记看舆情下菜单 不能因为过几天舆论关注度低了 就稀里糊涂的又过去了 这次敷衍了事 那下一次还会在更大的跟头 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在通报中说 将深刻吸取教训举一反三 全面加强队伍建设 提升管理水平 最能展现局以反三诚意的就是 赶紧的梳理血管源失控的机制原因 给出有说服力的追责结果 城管的工作 却有其特殊性 执法过程可能遭遇各种的不理解不配合 因而呢 也更考验一线人员的执法水平 这离不开精细化的规范管理 尤其是严格的内外部监督机制 在这起丁衰老人事件之后呢 希望当地能给出一个追责样本 既告诫了自己 也能警示他人 好吧 以上是本期视频的内容 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这里是碎片记忆频道 咱们下期节目再会